鳄鱼、非洲孔雀、黑熊 这些只有在动物园才能看到的稀有物种 却是一家私人别墅里饲养的宠物 这家别墅的业主叫朱坤里 是四川省盘之花当地最大的黑社会头目 要说这朱坤里可不是一般的有钱 警察在搜查他的家底时 竟然搜出了4.2亿人民币 还有19辆豪车 每辆都价值上百万 那么朱坤里的巨额财富究竟从何而来呢 朱坤里今年55岁 外号朱老大 2008年 朱老大在盘之花创立了野猪林肉莲食品公司 通过打压排挤恐吓等手段 很快野猪林救成了当地的A类屠宰场 意思意思说 我们要在东京人活区买猪肉 就必须到一个野猪林屠宰场去杀猪 只要不是在他们野猪林公司拿来肉 就会有一群混合到台湾上捞死 五大山出来看到都害怕 迫于朱老大的隐位 受害人只能选择妥协 不仅如此 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规模 朱老大还拉拢勾结当地的行政人员 对当地其他三家A类屠宰场 出示一些违规文件来干预市场的正常竞争 短短几年内 朱老大便垄断了当地的猪肉屠宰行业 从08年开业到2018年10年间 野猪林公司的强迫交易金额达到了2.3亿 资金流入更是达到了可怕的33亿 除了卖肉的小商小贩 当地有钱的老板们也难逃朱老大的黑手 地产商人王一倩在开发项目时 因缺乏资金 走投无路时竟然找到了朱老大 当时朱老大就以入股的形式 给了王一倩1700万 但是之后由于项目运作出现问题 导致整个项目被搁浅 此时一出 朱老大便第一时间找到王一倩 并告诉他之前的入股算借款 另外还要付给他600万的利息 随后强迫王一倩签下了2300万的借条 之后的几个月里 王一倩开发的另一处楼盘大卖 经过打听之后 朱老大得知这个项目最少有3个亿的利润 于是他又找到王一倩 并告诉他 虽然上一次入股失败 但是自己还算是公司的股东 按照比例还要分给他7100万 起初王一倩并没有答应朱老大 随后 朱老大天天派手下的人 去王一倩的售楼处闹市 吓得购房者也不敢再来 生意一落千丈 迫于朱老大的隐位 王一倩最终又签下了7100万的欠条 假借入股转为高息借款 这是朱老大的惯用伎俩 在不断膨胀的贪欲之下 十年间被朱老大坑害的企业和个人不计其数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2018年11月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浪潮下 朱坤里犯罪团伙被当地警方彻底打掉 朱坤里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而他身后的那些保护伞 也分别被判处2-4年有期徒刑 在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斗争中 全国已有上万的黑恶团伙被铲除 极大了维护了社会的治安 也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